蛋撻是香港很地道的點心 分別有酥皮和牛油撻皮兩種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今天會教大家做 港式3.3下午茶會吃的蛋撻 麵粉 225g 牛油 125g 糖粉 55g 雲呢奶香油 小許 而蛋汁的部分 我們將會需要用到三隻雞蛋 糖 110g 熱水 225g 花奶 85g 少許雲呢奶香油 首先我們將牛油和糖粉分兩次 用打蛋器攪勻 當你看到牛油和糖粉呈現奶白色 就代表這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然後再加入雲呢奶香油拌勻 接下來我們會將麵粉和牛油糖粉分兩次 一起拌勻 當牛油糖粉 麵粉和蛋汁拌勻之後 你將會有一個麵粉團出現了 準備好之後 就可以將它放入雪櫃半個小時 再準備蛋汁的部分 首先我們將熱水和糖拌勻 然後再將蛋和花奶打勻 再加入糖水 我們將預備好的蛋汁 用過濾氣把泡泡 這樣做出來的蛋汁會更香滑 好一點 當蛋汁的部分已經準備好 就可以在雪櫃拿麵粉團出來 將它拌勻成5-6mm的撻皮 為了方便起見 所以我直接拿了泡帽 調轉吸進去 然後拿刀 或者Cookie Color 把它切大一點 就可以壓帽了 當泡皮已經切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泡帽 然後順時針方向把它壓好 當你的泡皮擺好在帽裏面之後 你就可以將蛋汁注入8.5-9成 當蛋汁已經注入了泡皮和帽裏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送入焗爐了 經過半小時的醞釀之後 我們的蛋撻已經成功地出爐了 神聖的時刻來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反蛋撻 就是把它要從蛋撻模放在碟上 希望它不要爛 來了 1 2 2 3 嘩 成功了 外脆金黃色的牛油曲奇撻皮 再加上 黃的滑滑滑滑滑的蛋汁 這個我會是你餡茶的選擇 看到嗎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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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